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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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還好吧 怎麼會好 這樣啊 我要打開 沒有 妳現在是當作 妳是門神對不對 在顧 害我壯大 準備跟未來女婿佑聖 及女兒周小涵約見面 但潘莉莉跟佑聖意外 先在門口巧遇 不然這樣 我先幫妳叫車 不是啦 你 不不 不是 不管救護車 計程車 錢我都會出 可是這個約我一定要去 我結束之後再去找妳好不好 這樣啦 我也有一個很重要的約會 也是在這間餐廳 原來是佑聖回憶 初次跟潘莉莉見面 造成對方受傷還背了她 讓兩人在相認時直接大傻眼 不過戲裡吵得很大聲 原來是背景太吵了 兩個就是連珠砲 就是莉莉姐的連珠砲 我為連珠砲 怕怕怕怕一直堆 然後堆到導演後來說 等等這樣不行啦 這樣你們兩個太誇張了 然後就是 弄到最後背上來 啪就上來了 所以那場戲拍得算滿開心的 然後她跌到地上 也就 就是為了把那個音樂壓下去 佑聖跟對方是首次合作 直呼潘莉莉的演技 讓她很佩服 她是那種演技收放超自如的前輩 因為她就是要哭就哭 要笑就笑 親民 有一次我們在龍潭拍戲 結果呢 她居然騎著40分鐘的摩托車到現場 然後我們說莉莉姐 妳很冷欸 她說不會啊 妳不覺得春春風很好玩嗎 不只是跟周小涵分手後 兩人之間的愛戀情仇 佑聖跟潘莉莉最後能否結為親家 也引起細迷好奇 TVBS新聞綽喉洪廷一台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